你 你可以走了 该走的是你吧 要不是因为你 他也不会混到 所以在他醒来之前 我那儿也不去 能不能别捣乱 他一会儿看到你 又生气了 我没捣乱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 告诉我也是可以的 我替你转达 这件事还真不能告诉你 要不我走吧 你醒了 你醒了 我不醒也被你们吵醒了 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罗老师那边已经帮你清好下了 落下的课也别担心 笔记都帮你整理好了 好 我接个电话 你别生强 不舒服就回家吧 嗯 别老在这儿在这儿影响别人心情 我知道了 我快忙吧 我给你倒杯水啊 你看喝这个可以吗 你还懂这个 好 我看我妈不舒服的时候 我爸就抽红豆水给她喝 快喝吧 别凉了 好 你这窗口鞋都黏不住了 我给你换一个 不用 李鹤 我自己有手 拿手电话 快点 不用你停 我自己 你这小哥不弄伤了 别怪我 好 谢谢啊 那啥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害我运的啊 我那是有原因的 你 你是你 我什么我 你是不是压根 就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 而什么 别装糊涂了 我都看见了 你就算秀恩爱 你也得注意场合吧 而且作为同学 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被大渣男给骗了 你知道吗 我 被渣男给骗了 今天早上你们一起上学 你锁完车 跟那男的分开之后 那男的 收了别的女生送的早餐 还收到一封信 非常过分 额 班长 我知道这件事情 非常地让人难以接受 但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不想看到善良的人 被人欺负 你也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放心 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帮你出这口气 你先告诉我 那个人在哪儿叫什么 我现在立马就去叫给他 姐 我让他知道什么 姐姐没事吧 腿很瘦啊 你说话啊姐 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渣男 袁耀熙 我弟 不是 谁渣男啊 姐弟啊 不是那种关系啊 早上嘛 我说你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像你姐呢 这看着挺不扎的 还挺不帅 看着挺帅还挺不扎 说谁啊 说谁啊 误会了兄弟 误会了夸你了夸你了啊 姐 不用袁耀熙 我自己来 我来吧 看好了看好了看 看好了看 看好了啊 这个往后一缩 一塞 一缩 来来来来 可以 这么一雷 塞 塞 塞 这平时没手穿啊 我爸老公都容易穿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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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说